最近这段日子啊 领导们忙坏了 万国来朝啊 万国来贺啊 和习近平第三次连任国家主席 用习近平话说 会见一些领导人的说 都是这样开场白啊 你是我连任国家主席之后 第一个来到访的 比如说啊 东盟国家的领导人 比如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领导人 比如说啊 什么什么 当然了 来贺来朝的 各路神仙 里面呢 主要都是中国政府邀请的 或者说得到了中国政府邀请 但是中间呢也有 用这个环球时报的话说 就是可能根本没有受到中方邀请 非得死皮赖脸要来访华的 环球时报说的是谁呢 说的就是来华访问之前 对中国大放厥诀词的欧盟外卫的主席冯德莱恩 女士 啊 他 也跟着法国总统马克龙 一起来了 啊 啊 行啊 啊 我大中华 来的都是贺 不是啊 挺好啊 习近平会见了 单独会见 李强也单独会见 啊 这个李强 这个李强 现在频频啊 这个 频频露面啊 真是一个大国的总理了啊 那进入角色啊 这个马克龙啊 冯德莱恩啊什么呢 李浅龙啊什么 啊 都都都这样啊 刚刚在 国际场合露面 亮相啊 这个可能还不太习惯啊 哈哈 我看了几道视频 我觉得李强的肢体语言 包括声音什么的 啊 很拘谨啊 然后但是呢 这种拘谨是完全是 是想不拘谨 哈哈 才 才露出的拘谨 看来还得学啊 啊 谈生意做买卖行 这个 外交礼仪啊 国务啊 这些外交啊 这些事 还是得练啊 哈哈哈哈 然后呢和这个大国的形象 能够更匹配一些啊 马克龙来了 这个 前天啊 下车一时 嗯 马克龙也不客气 对着一群记者就说 说向侵略乌克拉的俄罗斯提供武器 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哈哈哈哈 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啊 你也不知道他说的中国的利益到底是什么 嗯 人家问他中国的利益是什么呢 他竟然说中国的利益是不要让战争持续下去 哈哈哈哈 这就是中国的利益 马克龙说 这场战争我把它定性为帝国主义战争 哈哈哈哈 这个法国 嗯 老牌资物主义国家 嗯 总统 竟然说 这个俄乌战争是一 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然后还不过说是殖民主义战争 哈哈哈哈 这两种性质的战争 这个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很驾轻就熟啊 因为当年他们都这么干是不是啊 包括法国在内是不是 哈哈哈哈 现在他把这两领帽子轻轻松松的扣到了俄国战争 这个当时方的头上 他说俄国战争完全把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原则踩在脚下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法国和中国 必须捍卫联合国宪章 那针对许多人担心 担心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是 马克龙说我们也同样担心 他说我们已经表明不管谁帮助侵略者 谁就违背了国际法 把自己放在同毛者的地位 这马克龙周三下车一时 啊 去法国驻华大使馆 这就放狠话呀 啊我说他是软中带硬啊 啊 软中带硬 我说他是举着法棍来 外面很硬感觉啊 里边软的不得了 你再蘸点橄榄油 啊 嗯 可能还挺好吃 但他确实略一看 是跟棍子 啊 嗯 这话说的有点像法棍 这个 外面硬啊 但里边真软 不过呢 马克龙也补充说 他说他明天 我明天就要和习主席 会面了 啊 我跟他会面的时候呢 我不会 挥舞制裁的大棒 啊 也不会挥舞制裁的大旗 啊 他说威胁 国有国之间威胁 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哎 你看 这不就是法棍了吗 前面说的都硬皮 这儿他说明天我不会挥舞制裁的大旗 威胁不是好 哎 这又是法棍的里边的羊 啊 马克龙启程之前跟拜登是通了电话 评论啊 外界评论 马克龙想说服习近平 外界一直有批评他天真的说法 说马克龙 啊 这个 太天真 习近平是你能说服的了 说但是马克龙此行还是 这个还是信心满满的来了 嗯 并且呢还邀请了 对华 立场强硬的这个欧盟文言会的主席 是冯德莱恩同行 啊 按理舍公有人说马克龙如果是幼稚的 他就不会请冯德兰同行了 马克龙不是不清楚中国 但他认为只要有一丝可能就要尽力 他对记者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亲密 不久前习近平 反俄这种关系就得到了强化 中国可以在解决俄乌战争意识上起的重大作用 因此马克龙的结论是 与北京当局对话这件事情不可或缺 好 那么 对于马克龙能到底能不能说服习近平 说服中方在俄战争中发挥正面作用 这是他们他们的 关键啊 希望中国发挥正面作用 尤其 劝习近平不要向俄国提供武器 真正展现和平的诚意 然后和这个斯林斯基通话沟通 所有对所有这些事啊 你看法国总统似乎要做这些事 法国媒体都不看好 法国媒体没人捧他总统的 这这产 法国世界报形容马克龙 这次到中国说那你跟进入雷区没什么区别 哈哈哈 进入雷场了你的是 费加罗曝更干脆 费加罗曝说这个 发表了一个社评 说马克龙想说服北京这件事 就像 驯虎一样的危险和艰难 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 中国是虎 法国或者马克龙是驯虎师啊 这是费加罗曝 这是费加罗曝 这是费加罗曝说的啊 不是新美科说的 然后呢 这个费加罗曝 这个职言部会了之后 然后还在那 这这这这调侃 那那讽刺 哈哈哈 说二零一八年 那这是五年前了 二零一八年 马克龙首访中国 新冠上日三把火 谁也没有向他提出请求 但是马克龙毛遂自荐 要在习近平和达赖喇叭之间 扮演中间人 那五年前马克龙 畜生流毒似的啊 要在习近平和达赖喇叭之间 啊 做中间人 然后费加罗曝说 后面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 发生什么呢 就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哈哈哈 这是法国人的幽默 挺冷 嗯 马克龙这次 来华啊 肩负着很多很多的 这个西方世界 这个这个委托他的使命 肩负着很多欧洲的 法德之外的一些中小国家 那基于他身上的这些个使命 还有什么呢 马克龙法国总统 他肯定是优先考虑法国 啊 为了法国利益的最大化 马克龙这次真是带了一些礼物 来来到中国 来见习近平 祝贺祝贺 肯定有祝贺的成分 起码我们是那么理解的 哈哈哈哈 起码我们觉得 哎你这是西方大国第一个主动上来 主动到我这给我道贺的人 哈哈 啊 马克龙带的礼物来的 什么礼物呢 第一个礼物是一个叫 塞福尔瓷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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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 法国的总统的这个发言人那边说 说为了为什么送这个瓷花瓶 说是为了突出法国的专业知识 以及将法中两国联系在一起 几个世纪并滋养相互灵感的 历史扭带着什么又长又臭的话啊 啊 哈哈 啊 什么意思啊 就说尊重中国文化 并且告诉 中国就是我们也很钟爱你们的文化 词啊 词我们中国人发明 哈哈哈哈 啊我们中国人发明了之后 十三世纪的时候 马可波罗带回去的 啊 马可波罗带回欧洲 然后欧洲的这个王室 什么的都都都都 热情洋溢 觉得有实际上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轻飘飘的拿在手上 啊 温如玉啊 然后 一挑起来 啊 坑然有声音那么美妙啊 像乐器一样 啊 那时候中国的瓷器在欧洲 风靡到什么程度 那真正的是他妈的 这个这个奢侈品 真正是王公贵族文的奢侈品 啊 在法国大陆 在欧洲大陆 包括隔海的英吉利 那你包括在英国 英国那时候多少富豪啊 在自己的house里面 一定单独 开闭出单独的一个房间里面 都起个名叫中国屋啊 里面装的全是 中国的东西 抢来的 还是偷来的 还是怎么来的 还是买来的 啊 拍卖来的 啊 谁中国屋大 谁中国屋里面藏品多大 谁牛掰的不得了 啊 啊 而这其中尤其是这个瓷器啊 那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后来呢 这欧洲人也开始学着中国 哎 这好东西好 我们也学怎么做吧 哎 法国 啊 这个 在大量的可能性进口中国的瓷器 用于享受的同时 啊 这个 叫什么 叫 赛福尔啊 赛福尔 啊 这个瓷器厂啊 也就 开张了 啊 这话说还是马可波罗带回欧洲瓷器 带回欧洲500年以后的事 18世纪的时候 说法国的这个赛福尔 这个瓷工瓷器工厂 就开张营业 嗯 说马克龙这次来呢 带来的礼物就是一个蓝色的花瓶 啊 这个说上面还装饰着许多这个 金鱼 啊 哈哈 嗯 这是 马克龙啊 给习近平带了一瓶 哈哈 啊 近平呢 哈哈哈 带了一个瓶 法国的瓷器瓶 嗯 这是 一个礼物 还有个礼物什么呢 送来两张照片 哎呀 说这个照片不得了啊 啊 什么照片 哈哈 说第一张照片呢 名字叫古董商店出窗 这是法国著名的摄影师啊 大家都知道搞摄影人知道 吕布 哈哈哈 啊 法国有个叫吕布 马克吕布 那法国确实是摄影大师啊 大咖中的大咖啊 说这个马克吕吕布呢 1965年访华的时候 在北京 可能是琉璃厂附近吧 一个古董店里面 哎 透过这个在里面往外照啊 啊 门旁边是 门也都是玻璃的啊 带着玻璃窗的 然后两边是两扇窗 透过玻璃窗 然后呢 能看到走路的 从前面马路上走过的人 驻足的人 还有从外面往里看的北京的小女孩 等等啊 这个市井气息扑面而来 啊 这个 这是一张照片 古董商店的出窗啊 第二张照片呢 也是这个马克吕布拍的 法国巴黎 街头 有一个年轻人 手里拿着两个长长的 法棍 哈哈哈 法式大长棍面包 嗯 在那个街上 穿街而过 那这张照片的 名字就叫 法棍 这法棍 法国的传统啊 实物啊 法棍是法国的 什么 非物质遗产呢 进到联合国了 进到联合国交关组织的 非物质 遗产的名录里面去 啊 你看 给 习近平又送了这两幅 马克吕布的照片 哎 啊 不知道是不是绝版的照片啊 哈哈哈 是不是底片都毁了 就剩下两张了 哈哈哈 那样画最好 嗯 然后呢 还有 还有什么呢 马克罗还 这个 把 两本和这个 马克吕布的 人 这个人和他的摄影作品 相关的书籍 啊 相关的书 啊 一本呢 这个 是一个作者 回顾在中国旅行 五十年的相册 啊 一本相册 啊 说还有呢 就是 现在正在 这个展出的 在法国好像展出的啊 这个马克吕布的 展览的这个 这个图 就展览的一些作品 那一些册子吧 一个册子 啊 这法国人啊 真慷慨啊 一个瓶子 两张照片 两本画册啊 两本画册啊 慷慨的送给了 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志 习近平先生 啊 那咱大中国 是不是啊 咱大中国 我们大中国李一支帮 来的都是客 说啊 是不是啊 更恐怕现在感觉 哎 正是万国来朝的 来朝来喝 是不是啊 要是当年老肥的话 说赏 哈哈哈 你得赏啊 那中国对马克龙啊 这个 投桃暴力 啊 勇全相报 啊 滴水之恩啊 4月6号 欧洲 空中客车公司和中国航财 签署了 160架空中客车民用飞机的批量 采购协议 协议里面包括150架 A320系列飞机 还包括10架 A350 900的宽铁客机 呃 中国航财自己对外透露 啊 说这个超级大单的总价值 约200亿美元 哈 看看啊 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也跟我有这样一样的感受 人花钱的时候有时候说感觉挺好的 哈哈哈 好 嗯 我分享这样的消息我感觉也很好 更何况 买160架飞机还不足 空客在天津不是有一个总装厂 啊 说这次好像又签了个协议 又加装第二条生产线又上了 你说大洋彼岸 啊 那波音公司美国佬 还不得馋死 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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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